这是一套将美南联军打到神志不清的巅峰一战 为了守住四个团完命拿下的山头 防止志愿军夜袭 他们不仅在山头上 在志愿军可能出现的北面 精心打造了数十个火力点 每个火力点上都装备了每分钟600发的M1919重击枪 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 探照灯与照明弹 就能点亮整个夜空 而且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被打到心虚的美国佬 竟然还用320余门火炮 整晚不停地在这个小山包的后方 拉起了一道十层炮弹封锁网 当时志愿军的一个连还没进入阵地 就仅剩下30名残兵 那么面对美军这种不计成本的严防死守 战士们将如何反击呢 上甘岭上志愿军的首次炮火覆盖 又有多震撼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志愿军的勇士们 是如何在美军的完命封锁下 走出一条不寻常的路吧 前面我们讲到 在7号阵地上连续被打退了7次的男32团 见正面打不通 就以多路包抄的战术 向山顶发起围攻 但被防守在山头2-4班的班长 李承海前辈看出了问题 立马让全班退回坑道 造出侧意空虚的阵势 自己则带着一个排到前线阻击 当然 不知事迹的南军 在几次试探后以为山头无人防守 一名头戴大概帽的小头目 更是挥舞着手中的M1911 号令步兵向山头发起冲锋 谁不知 自己早已成了别人的猎物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 这群冲得正起劲的南军 立马变成了一只无头苍蝇 乱成了一团 李排长趁机对着山下就是一缩子弹 旁边的几名战士 也快速甩出数枚手榴弹 阵地前瞬间硝烟四起 火光冲天 原本就六神无主的南军 被这顿突如其来的火力 炸了个措手不及 全都抱头数窜 而隐藏在战壕里的战斗小组 一跃而起 对着山下一阵强势火力输出后 便发起了冲锋 两分钟前还胜利再望的南军 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成一只无头苍蝇后 做梦也没想到 志愿军还会发起反冲锋 在不清楚对手的火力配置 与兵力的情况下 几乎都吓破了他 连忙丢掉手中的烧火棍 玩命般地跑下了山坡 四个团 打不过两个连 传出去就是一个笑话 接近疯狂的美军 打不上去就狂轰乱炸 炸不动就加亮炸 便亮炸 一时间 数十架B-26飞临山头 一枚枚带着尾翼的炮弹 如雨点般的从天而降 重型的炮弹 炸出一层白气候 瞬间腾起一团金黄的烈焰 乌黑的硝烟与杨成如惊涛骇浪般的 一层一层的向外翻滚 暗黑的焰火之中 还时不时飞出一块块 吃人的蛋片 而山头上的志愿军战士 为了在炮火中阻击冲锋的敌人 只能一个班一个班 一个人一个人的补 但毕竟血肉之躯 挡不住美国老的战争机器 只能放弃表面阵地 逐步退手坑道 激战至下午四十左右 上干领两个山头的所有地表阵地 全部失手 山下的美指挥官也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阵地是拿下了 但面对满目苍仪的山头 又该怎样防守呢 作为下面的小兵仔 除了在山头架构防御工事外 也无其他想法 但他们的老大 火力为王的老范 却弄出了一个贫穷限制了想象的办法 就是用炮弹在志愿军后方的补给通道上 砸出一个十层的无人区 阻止志愿军的反击部队进入上干领 当然 四十五师也没想到美军会使出这一招 还是如往常一样 制定了一套 以五个连的反杀计划 晚上八十左右 随着止战员的一声令下 四十五师的数十门大小火炮 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 密集的弹雨 如离弦之箭 直接砸上了上干领 这也是志愿军首次对上干领进行火力覆盖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也将山顶的防御工事 全都砸了个稀巴烂 按原计划 炮火砸完 步兵该发起反击了 但当晚却十分意外 并没有出现让美军腿都发软的冲锋号 请看下集《二度反杀二》意志的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